第七百二十五集 下面是什么地方 真连着地狱不长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头骨 在大峡谷周围白茫茫一片 也不知道有多少头骨在滚动 小男男的非常紧张 坐在老疯子的肩头 一双小手用力的抓紧 大眼中写满了不安 狂风大作 吹上来的头骨更多了让人发毛 地上咕噜噜的 雪白的头骨不断滚动 这里寸草不生 是一片死亡的世界 那个东西又出现了 叶凡发现了黑色怪风中的存在 恶毒的双眼让他难以忘记 在大峡谷中移动 藏身在怪风间 冰寒的冷笑声阵阵传来 这是在挑衅圣人的威严 老疯子将小男男放在地上 刷的一声消失了 静止没入了黑色的大峡谷中 如万年历鬼在凄惨长嚎 整片黑色的圣牙都震动了起来 五十几座大月同时摇晃 哄的一声 黑色的大峡谷被打得崩塌了一大片 下方白骨成海一望无尽 惨白吓人 不知道是何年代 因为什么而留下的 哄的一声 一道黑色的鲜血喷涌了上来 将地上腐蚀出一个大坑 那个浑身生有瘦毛的莫名存在 惨叫着消失在了虚无中 老疯子 从大峡谷中腾空而上 他如神似魔 将那个未知的存在重创 可惜没有斩密 叶凡他们呆住了 从圣人手底下逃过一劫 那将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他到底是什么呀 几人心中惊疑不定 那是一具尸体的手臂化形而成 老疯子这样说道 什么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一具尸体的手臂产生了真灵化身而成 这样的恐怖 他的本体若是活着 讲多么的恐怖呢 我知道他是什么了 黑黄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昔日 不死山黑暗大动乱 让大地上血流成河 虚空大帝出世 战杀了一个无上存在 以虚空警将其打得行神俱灭 只留下一条手臂 坠进不死山中 他这样一说 几人自然一下子就弄明白了 圣崖是从不死山截出来的 那条手臂相随至此 古之大帝死后血肉不朽 栩栩如生 那条手臂能保存下来并没有腐烂 自然算不得一事 可是他却产生了真灵化成了一具尸体 这就有些吓人了 除却生人外 几乎没有人可以斩灭 他们路过一片水塘时 老疯子站立两久 低头俯视 身子一动不动 直到很久后才一阵倒退了回来 呆呆的发愣 波波 您怎么了 小楠楠 走过去拽了拽他的袖子 叶凡他们很惊讶 老疯子这是怎么了 为何会这个样子呢 他们一起向前走去 别过来 这是轮回湖 老疯子一声清河 叶凡他们 顿时止步 全都一惊 大黑狗更是叫了起来 轮回湖 这种逆天的东西真存在 能够砍头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就在这时 小楠楠好奇地望着湖水 嘟囔道 楠楠看到了自己 在一座五色祭坛上 不对 在一颗紫色的大星上 还有 不要看那些 老疯子急忙阻止了他 拉着小女孩后退远离了轮回湖 不要看自己过去与将来 不然会影响当时的状态 大黑狗露出了无比凝重之色 五十大帝曾经这样说过 世间只有一个轮回湖 传说虚无缥缈 不知道与是否存在的仙界有关 非大帝不能关 老疯子难得地多说了几句 他果断地离去 没有意思地犹豫 向圣崖深处进发 五十几座大月虽然占地极广 但并不是遥不可及 老疯子走在最前方 穿过一片又一片恶土 终于来到了最深处 中心巨山高耸入云 通体呈暗红色 像是被血水浸染过 甚至还能闻到一丝鲜血的味道 他们站在远处 这座大山上有一口石棺 打量传说中的圣崖 他们皆露出惊涩 该不会是那具大成圣体的尸体 葬在山上吧 叶凡心头巨跳 黑黄的惊叫了起来 封山榜 五十大地炼制的封山榜 怎么封在了这座大山上 众人一惊讶 脚步一动 转到山体另一侧 见到了一幅金灿灿的古卷 在通体漆黑的巨月上 有一幅金色的古榜封在山体上 流动着玄秘的气机 有一股浩瀚威亚 大黑狗神色变了又变 不对啊 这是什么时候封在此地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大黑狗 同龄大眼瞪得很圆 走来走去 喃喃个不停 显然惊到了极点 这怎么可能啊 为何封在了这里 当年 他妈的 这不合常理啊 他眼神深邃 死死地盯着封山榜 眼睛都不会转动了 也不知道都想到了什么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 而后 大黑狗趴在地上 一言不发 沉思了起来 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中 叶凡自语 封神榜 他没有激动的表情 但是却近乎实话了 这三个字 对于来自星空另一端的他来说 绝对不陌生 他看似平静 但是心中却涌起了滔天巨浪 仙秦炼气式的产物 怎么一件接着一件出事了呢 封神榜来头甚大 怎么会出现在吴史大帝的手中 他用磁绑来做什么呢 他神色一整 不对 时间对不上 古中国虽然历史久远 仙秦炼气式神秘莫测 可吴史大帝是十几万年前的人 他当年既然动用封神榜 镇压了此地 不可能在星空另一端的后世出现 封神榜是什么呀 李黑水不解怀疑地问道 这是一宗秘宝 乃是吴史大帝亲手炼制而成 威力大的无法想象 不太对劲呢 叶凡觉得 这条古榜与星空另一端的神榜不太一样 李黑水不相信 四狗 你就吹吧 黑色山体上的古卷金光灿烂 怎么看都不像是存在了十几万年了 叶凡心中一动 翅膀到底有什么作用 作用太大了 为封印之圣物 将它压上后 等于吴史大帝的一只手 按在了黑色的大月上 纵然神明来了 都没辙 什么 有这么大的威力 四狗 你该不会是在乱说吧 李黑水心头剧烈跳动 叶凡也是一阵发晕 金色的古榜封在此地 等若吴史大帝的一只手掌按在这里 太害人听闻了 大黑狗瞪眼 事实 就是如此 他是怎么炼制出来的 有什么讲究吗 吴史大帝公餐造化 他想炼一宗圣物用来封印仙人 起初想叫做封仙榜 可是世间不见仙 倒是有疑似神明的古山物 他因此就改称为封神榜 这都行 叶凡趁目结舌 吴史大帝也太强悍了 连仙都要封印 你们不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根本不能了解吴史二字有多么的重 可压他万古 这可是宝贝啊 如果真等同于吴史大帝的一只手按在此地 比击刀武器差不了多少 为无上圣物 李黑水 跟以往的黑黄一样 双眼冒绿光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这个名字还真是 跟掀起恋意气势想到一起去了 作用完全不一样啊 什么 大黑狗吓了一跳 小子 你也听说过另外一个封神榜 你 什么意思啊 叶凡也被他惊了一跳 霍得望向他